OK 好 再來 剛剛是偷窺 現在還有偷聽別人講話 是什麼怪毛病 是我 妳會偷聽人家講話 我會 因為其實小時候 就是有被霸凌過的經驗 一開始起初妳可能在教室 大家看妳的時候就說 他們在竊竊事於什麼 然後妳就覺得 他們是不是在策劃一些什麼 要去整妳或是什麼的 因為其實學生時期 學生很喜歡去廁所裡面 所以我就會待在廁所裡面 偷聽他們會不會講我什麼話 但一開始都會說 他要去怎麼樣去整我或什麼 但其實久而久之妳會聽到 我跟你說 那個男朋友怎樣 那個老師怎樣 其實到後面變成是聽人家 妳是把自己關在廁所裡面嗎 對 我就會這樣關 然後就坐在馬桶上這樣聽 然後其實那有什麼 已經上課鈴聲響了 如果聽到人家提到妳的名字的時候 妳會這樣子 真的就被發現了 她說不好意思 我來廁所 尊重 誰 我發現我們人耳 其實跟收音機一樣 是可以找到那個 頻道的 你知道嗎 是有個頻率的 就是一堆人在講 一堆人在那邊七嘴八舌 可是你特別想聽瑪莉歐 在講什麼對不對 你那個耳朵 奇怪 你是不是有辦法 突然就雷達就鎖定他 就集中 別人的聲音就變小聲了 就一直只聽得到他的聲音 我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 沒有 有時候 有時候坐捷運 坐公車 坐大眾運輸工具也會 因為旁邊有時候在講電話或幹嘛 就是 會很不自然的就 對 就一直靠近他 後來還忍不住 我把電話拿過了 坦白講 其實 其實是有 這個也不是一個壞事 之前我在便利商店 就遇過一個事情 有一個店員 他就跟我講 他說他曾經就是在便利商店 因為晚上 然後他就聽到一個女生 大概三十幾歲 就晚上大概一兩點的時候 坐在那個椅子上 在吃東西 又在講電話 然後就好像在跟男朋友講電話 結果講著講著 那個男 那個女的被叫去買點數 就是買那個遊戲點數 他就知道說 這個可能是網戀 它不是真正 網戀 因為他可能是一種詐騙的手法 因此這樣破案 然後叫了警察 幫了女的說 那女的一直堅持 一直說 沒有 他就是我男朋友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他在伊拉克當這個什麼流浪醫生 就被騙了 對 就被騙了 他一開始買兩萬 我可能阻止不了 後來又再買 他就受不了 就直接報警了 所以其實這個偷聽 也不是一個壞事 有 我不是講過一個經典故事 我人在六樓 我在陽台 肚子餓 他說 我是在那邊吃雞腿 我就看到一樓一對情侶 就在吵架 人來人往 奇怪 我就有辦法鎖定他們 因為人看到情侶在吵架 就會好奇 吵得不可開交 但我又聽到關鍵字 那個女的吵到後來 畢銘 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 阿中 我是不可能嫁給妳 妳不要在那邊痴心幻想 我跟妳講 除非天上掉雞腿 要不然我是不會嫁給妳的 我都在吃雞腿 我決定要幫助阿中 你知道嗎 千萬歸來 兩年後 我收到他們的喜帖 喜帖 就因為一隻雞腿 我本來是因為一隻雞腿 變得黑豆 原來你就是月老化身 之前是燒餅 對 後來就換雞腿 這故事換過了 他們之前吵架說 我不會原諒妳的 除非天上掉燒餅 玉琳哥 我沒亮燙 沒有 你那隻在羊腿吃消毒幹嘛 後來她就說 我不會嫁給妳 阿中 結束 下次可能會掉到那個羊肉爐 對 變鴨蛇 你是我的粉絲 你在發了我的故事幹嘛 我知道 不好意思 刷 上述式燒餅 對 好 來 接下來 還有什麼暗黑的一面呢 這個人我猜他外表應該看起來 很柔弱 因為他說正義磨人 私底下 那表示他在公開場合 應該很柔弱的樣子 正義磨人這是誰 這是妳喔 妳看吧 對 所以妳私底下是正義磨人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看起來很不會吵架 但其實 妳看起來就很弱 沒有 其實要戰鬥起來 也是沒有在怕 我就很常路見不平 然後像皓如姐這樣 會想要去教育別人 有一次我就去餐廳吃東西 然後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看到隔壁桌 剛好他們吃完走了 可是桌上就讓我看 看到有小牆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他們的那個桌上有小牆 然後那個搜的服務生還沒有看到 但我就在他的隔壁桌 然後我就跟我的朋友講說 我朋友就說 妳不要去跟他 因為他聽起來就是 我要去跟那個服務生講 然後後來裹不強 我就站起來 我就跟那個服務生說 妳那個桌上有看到有一隻蟑螂嗎 然後那個服務生就說 喔有啊 他說他們等一下就會把它弄掉 我就說 什麼叫做等一下會把它弄掉 那大家經過都已經看到 妳這間餐廳 就是風評就會不好 大家就會不想來 然後他就跟我 他就在那邊 他也不想 他也不敢直接罵我 他就說 那又不敢你的事 就是他就在那邊 說那是隔壁桌 又不是你這一桌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們餐廳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們的人氣才會往下滑 妳跟他說教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想要教育他這個觀念 然後那個搜的服務生 他就越聽 他就越不想去處理 然後我就也很生氣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叫你們經理出來 我跟他講好了 然後他就 那個妹妹就也開始緊張了 然後他就想說 他就一直覺得不管我的事 但我硬要跟他吵架 因為他就是咬定說 那個蟑螂是隔壁桌嘛 對 他就覺得沒有到我 隔壁桌 蟑螂桌 真的關妳什麼事 不是啊 蟑螂是會跑的 萬一他跑到我這裡來怎麼辦 我很怕蟑螂 對啊 然後後來 後來我就在他們的評價上面 就直接把這件事情也寫出來了 全部啊 對啊 然後就 我不知道那妹妹還在不在 可是我就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需要被教育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也是就是 有人路人插隊的事情 然後我跟我媽就在排鹹水機 然後我們前面 其實也是隔滿遠的 就有路人插隊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遠遠的看到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過去一下 我媽說你要過去幹嘛 然後我就說 不是啊 那個人就這樣插隊 那是還要等多久啊 然後就跑上前去跟那個插隊的人講說 我說你不能這樣插隊 你這樣我們後面這樣整排的人 都會因為你的插隊 然後又等得更久 然後那個人就是想說 他又不是插我的隊 因為他只有我在後面 他在前面插隊 還是一樣的道理啊 對 然後我就是會想要就是去 去導正他這個觀念 去教育他 對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看起來像是那種 會息事寧人 沒事的那種 對 感覺妳會覺得 就逆來順受這樣子 也沒有 所以沒想到妳會距離力爭 會 就是我覺得合理的事情我會 所以大家下次看到他 要小心一下 千萬不要以為他好欺負 OK 好糟 缺乏同情心 這是誰 缺乏同情心 這是黑暗 好了 還是我 佩潔妳怎麼是個黑暗 妳怎麼一下子是正義魔人 一下子又缺乏同情心 我就要忘記佩潔 她有很大的一個表裡不一致的 就是年輕的時候 她還是太妹 妳忘了 妳會不會是那種小說裡面 對 把PTV 24個比例那一種 沒有啦 沒那麼誇張 可能有幾個 妳有幾個比例 沒有 就是有一些事情 是在我自己的腦子裡面 覺得合理的事情 我就會盡力去爭取 那缺乏同情心這個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要看到別人跌倒 我就是很容易會先笑別人 但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會 妳那種笑是哪一種笑法 就大笑 就是 就玉琳哥在中 就像那一種 玉琳哥在中 你怎麼會這樣 但有一次 就是如果真的是身邊朋友 就算了 但有一次這件事情的主角 是我媽 然後她那天呢 就帶我去拍戲 小時候啦 然後那時候好像就下雨吧 有那個鐵板的 就是讓車子好開上來的那種 鐵片這樣 然後我媽就一隻手牽著我 其實聽起來很可憐 她一隻手牽著我 然後一隻手呢 就是拿著我要拍戲的衣服嘛 然後所以她就沒有手可以 就是讓它不跌倒 扶地板之類 然後就走到那個鐵板的時候 我媽就突然這樣滑下去 然後一屁股就這樣蹬 坐在地上 然後我看了之後 我就在旁邊大笑 然後我媽就很驚訝地看我說 然後我媽就覺得 我的這個心態是不是要去看醫生 她覺得我沒有同情心 但我有邊笑邊把它扶起來 其實她就覺得 為什麼會一直想笑 我就說我不知道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看到別人跌倒 有時候就是會很想拍 妳是不是摩羯座對不對 摩羯座 我跟妳好像是 妳先摩羯座 對 我不想跟你同路人 因為我也會這樣 妳知道那個漫畫裡面不是說 有人踩到香蕉滑倒 但在Always那是漫畫 現實生活中不可能 對 但是有一次我媽媽就真的 我忍不住 我笑到無法自拔 因為 對 現實生活怎麼會有人 踩到香蕉皮 而且還滑倒 我懂 我也會笑到無法自拔 然後我就會讓別人覺得 我很沒有愛心 可是真的不是故意的 就覺得這個心味很好笑 我媽那時候已經整個跌倒對不對 然後我一直笑 她一直罵一直罵 罵了十分鐘 我還不知道要把它扶起來 那妳比較壞 妳比較壞 好 來 接下來 這個好像在講我吧 哪裡有錢哪裡就有我 球來就打 錢來就幹 我 我 其實我的黑暗面很多 但是我今天講的是 因為我以前窮過 我窮怕了 我很辛苦過 我是現在才好不容易 可以讓自己好一點 對 妳好過了 妳忘了我們了嗎 沒有 沒有啦 因為那個時候我真的 有在負債 然後我就拚命想辦法去賺錢 所以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我入航二十三年 我打了十五年的工 那個燒烤店洗鐵網 我記得 然後去發傳單 半夜裡面去綁氣球 那個時候還有 因為有一個通告 憲哥有個節目 就是棚內棚外 互相要連線的 就是要猜猜看怎麼樣 我們入外景 為了一個通告八千塊 高空跳水 就是在六福村那個 高台的那個跳水 那一般我們那時候 剛入航 妳這樣看還好 可是妳一上去 怎麼會那麼高 那個很高 那一般我 那個時候剛入航 憲哥旗下 那現店家族 一個通告五千塊 他說馬哥 因為這個要跳水 有危險性 所以給妳八千 然後他說 那三千 他說對 他說妳願不願意跳 我說我願意 因為我那時候房租才 那時候房租是六千塊一個月 我說我只要這樣跳一次 我就可以有房租了 我說 他只讓我跳一次而已 然後他就說 總共四個人 他說馬哥 他說你不要勉強 如果真的不敢 你跟我們講 我們有一個名額 可以讓你不要跳 然後四個人 那前面那個誰 馬國賢 他就是沒有跳 他說馬哥 那你一定要跳 因為這個名額已經用完 我說好 我的天啊 然後他說你不要擔心 我說我真的不會游泳 他說你不要怕 底下有救生員 我們還會丟救生圈給你 我就硬著頭皮去跳 好恐怖 他跳的時候 他還說什麼 戶下額 腳交叉 然後身體垂直 誰還記得那麼多 整個人就是歪的 然後那時候我臉也摔到 就是被水很痛 那時候也好痛 然後那時候我又在酒吧打工 然後白天還在錄 風神無霜 我錄到晚上九點說 我能不能趕快錄完 我要回去打工 然後那個順哥就說 你是還在趕回去幹嘛 我說現在趕回去 還可以賺一千塊 因為本來是 五點上班 上到凌晨兩點兩千 一天兩千 你九點多 十點去 你還可以賺一千 那順哥就說 你有必要為了這一千塊 他說你現在這樣子抄 將來你買藥的錢都不夠 還有另外一次 我以前在美式餐廳上班 我們老闆是一個非常有錢的 一個集團大佬 然後他每次來店裡消費 來喝酒 然後他只要喝了差不多 喝一點喝醉 他就去上廁所 因為我們那個廁所 是有專人在裡面排班的 這個禮拜是 今天幾點到幾點是俊彥 然後幾點到 我八點到十點是我 然後就是只要客人有走過 有張就要拖 然後我就發現 他只要有進去小便 他出來就會給小費 後來我只要看到 老闆來了 俊彥 你先出去幫忙 然後可是 馬哥可是這個雖然是我在拖地 我說沒關係 這個時候我來拖就好了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我就等老闆來尿尿 然後老闆一尿尿 一經過尿完我就開始拖 然後老闆說 辛苦了 來 這個 好爽 就給小費 就給小費 然後他那個錢是捲在一起的 然後我就趕快到廁所一看 我只要一看到老闆來了 他就是一坨都是美金 他都是帶美金 然後 對 然後我就是 他一來我就趕快跟今天掃廁所的 來 那個 皓如 你先去外面幫忙 這個廁所我來顧 你先把人家搞掉 自己賺金 我為了錢 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我有一年去大陸的鄉下 我們出外景 你講那個說 老闆來廁所 然後他拖一拖 叫我小費 對 他們的服務員 那個禮貌多周到 我第一次碰到 就是我站在辮子尿尿 然後我突然 肩膀一縮 幫個服務員在我後面 按摩 我正在尿尿 他說 服務非常的好 為什麼 好奇怪 為什麼要給你按摩 按摩 因為他要小費 哪有在這種時候按的 可是你在上廁所 我以為他要幫你服務者 他就要給你服務眼性的 抓個山下的膿 然後你尿碗對不對 他要幫你 拉上拉鍊 真的假的 可是那個服務人員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就幫你拉上拉鍊對不對 然後你走到洗手台 他就主動幫你水龍頭打開了 然後抽那個插手 你的手就只要洗對不對 然後他幫你關上 你正要去插手的時候 咻 他幫你抽三張 你就弄一弄 好 這樣一套的服務 你就是要給他小費 你知道嗎 這個服務員後來就慢慢就熟了 因為我們那陣子就住 住那間旅館 因為我們景目外景地 那個基地在那裡 他說他每天 就站在個廁所門口 你想想看 一天有多少人要尿尿 只要有男客人繼續尿尿 他就尾隨 然後就把他按摩這樣子 就一套 他一天可以賺6千塊人民幣 我沒有叫你給我按摩 你突然就這樣摸我 我也會覺得 他覺得好像那怎麼辦 不給就怪 對啊 他還問你說 可以放回去了嗎 對 他不會講那麼粗俗 他會說 他會先說來 沈董先幫您掏龍根 來 請灑龍水 另外來 有小弟為您納龍鋸 你這麼 都是龍的就對了 對不對 你當皇帝 然後最後一點 富龍袍 然後褲子穿好這樣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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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